大家好,又是我,天福知者 跟大家想想,今天我們想想這個全球的囚徒理論 喂,囚徒困境就聽過了,全球囚徒理論是怎樣 就是囚徒困境,用在全世界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全世界根本就困死在這個全球囚徒理論裏面 喂,這個世界怎樣困死在這個囚徒困境裏面 就是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在做囚徒困境的行為 所以全世界就是一個大的監獄 全世界的人,大家一起玩死自己 囚徒困境,說的就是大家都不相信其他人 所以選擇一個抱著一起死的行為 但是都覺得對嘛,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樣這樣做 大家都不會選最好、最對的行為 而大家都不相信其他人會選最好、最對的行為 大家都會很自私,選擇自己好的選擇 所以大家一起得到一個不好的結果 簡單來說,就是你就7日,我就15日 你不仁,我不仁,跟他一陣,反炒 喂,原來攬炒是被迫出來的 當然,哪有人無故只做攬炒而已,是我的 喂,到底他們選擇做了什麼 就是做了什麼行為 簡單來說,就是選幫權貴有錢人做事 只要大家都不幫權貴有錢人欺壓其他人 那大家就會有好結果 權貴有錢人就不能兇兇 玩你的窮人普通人幾千年了 但是就是因為有人選擇幫權貴有錢人欺壓窮人 所以全世界的其他人都一起要選擇 都自私,不合作,不團結 一起對抗權貴有錢人欺壓 所以就一起被權貴有錢人欺壓 玩死幾千年了 這個就叫做全球囚徒理論了 喂,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有沒有得救啊? 原因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肯用腦去想解決方法 而是死記的聖人神教他們什麼對什麼錯 不肯用腦了 如果一開始這麼多千年來 那些聖人不是教他們死記什麼對什麼錯 而是教他們用腦去思考什麼對什麼錯 這樣的話,都可能有得救的 但現在就真的沒得救了 蛤?喂,那就是由頭到尾 都是我錯了 我花了心機做了這麼多千年聖人 教了這麼多東西,原來由頭到尾都是我錯? 那又不可以懶責你的 這個世界的人本身的特性就是這樣的 就算你一開始教他們思考解決方法 不是死記 都還有少許可能有得救的 但也不一定救得到 但是現在過了幾千年 一直以來都不肯用腦思考 而是只用腦死記 等那些聖人,聖人,聖人,神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所以現在就真的沒得救了 唉,那不如你做聖人吧 嘿,都說沒得救了,還做什麼聖人呢? 你掉了心水,唱你的活,反你的伴奏,言得勝君 唉,本來還有些死記,解不開 現在聽完你的解釋 唉,清楚了,明白了 不用再想做聖人了 一於聽你說,掉了心水,唱我的活 反我的伴奏 謝謝天福智姐 謝謝你解開我幾千年的心結 謝謝,什麼話,好小事 那今天就這樣,拜拜 支撰我的活動